从以前到现在我好像没有讲到ADA这个币 但是最近ADA这个币呢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继续看下去 大家好我是后车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八千面修频道呢 主要是讲专节加密货币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感谢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呢 OKADA会不会去到10美金 在这个视频还没有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 请大家在底下留言说 你觉得2022年这一年ADA的价格会去到多少 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吧 1块75、50块甚至100块 你觉得可以去到多少 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 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欧益的话 马上通过我下方的链接注册欧益可以享有非常多的新人福利之外 还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我的telegram群组有什么好处呢 之前有好多次的预言都蛮准一下 之前有好多次的预言都蛮准一下 接下来会不会那么准我不知道 但是当然不够成任何投资意见 只供参考我都会分享在telegram 然后呢 当然我的telegram呢 时不时会发红包 OK所以欢迎你们进来我的telegram等待我的红包 当然除了等待我的红包之外最重要就是我会在里面分享很多关于我自己的想法 或者最新的消息比我先比你现在看着的youtube还要快 因为我在telegram 啊 po任何一个消息啊 我只需要按几秒就po上去了 但是youtube不是我又要录视频 我又要剪 又要uprood 又要放标题 又要放关键字等等 这样子头头巍巍至少两个小时对吗 所以说会浪费掉一点点时间 我不能几时 所以我觉得大家与其看我的youtube 不如先进我的telegram两边一起看会比较好 OK 我们讲回adal ada之前的神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ada之前的神话 OK 这里是欧益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显示啊 写一下 OE 我现在叫oksl不是oksl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显示 放白色让你们看到清清楚楚 嘿嘿 OK 我要讲的是就是 我我我就是在5月10多号的时候就是从这里看到他跌跌到 呃93 ok 然后他测试了一次 两次 三次四次突然去到3块钱破新高哦 这这个真的是很吓到我的老实讲而且没有任何新消息的时候他破新高真的是把我给吓坏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哦 为什么我说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呢你看哦他这里有很多支撑线看到吗啊这里好多个支撑线哦我们现在看日线哦 然后好多个支撑线然后这里也是形成了你看他在这里盘很久看到吗 看他这里磨了很久还以为会上在测试以为会上哪里知道他已经跌破了所以他一旦跌破了过后他涨上去的时候你看他突破不到那个压力位所以他又再继续下去 然后下到 多元了哈我们可以看 这里哦这里也有一个支撑 差不多这里啊 所以大家就要去留意一下很大可能 会在这里 盘好一段时间哦所以大家要有 耐心哦 因为现在现在的盘整哦他他不可能盘一两个月了哦现在的盘整你拿Shiba来看就知道了你看Shiba的盘整哦他盘很久你要吗Shiba Shiba的盘整盘很久你要吗相信大概大家都知道吧 Shiba盘整盘很久盘了差不多半年了哦过后他就破新稿哦狗狗币你看盘到现在一直往往下往下差真的是没眼看啊哦你看这里 OK他很大可能就是一直在这里徘徊一直在这里徘徊一直在这里徘徊徊徊徊徊徊徊 然后他上去这样子 徘徊多久呢很难讲了哦我如果我们以之前的经验来想啊你看你看这里就好了你看这里徘徊多久 这里至少徘徊一个一两年都有可能啊所以如果现在是熊市的话这里会不会徘徊一个一两年很难讲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啦那时候两块钱三块钱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哎呀没有机会买一块钱的 然后你知道他再给你机会买然后他再给你机会买的时候你敢不敢进场因为毕竟他已经跌破了这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撑线他已经跌破了所以 你会不会买如果你问我的话啦 我是不会买啦我就是赚一点哦我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吧我直接分享给你们知道 他跌下来这里我就买然后他涨到来这里我就卖 他又在跌到这里我又买 我他又找到这里我又卖哈我就这样子罢了如果你问我操作我是这样子我不会浓厚ada 因为ada为什么我不会浓厚除非他有 有一定的项目出来然后我有去 使用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有有使用到ada服务的哈我就就就就会 就会买 好像好像 你看为什么bmb可以涨到那么高因为很多人会用到bmb 然后ada有很多人会用到吗 所以很难讲但是 不要忽略ada的影响你因为你你们还记得 那时候 的那个 老大他不是有分享 不知道2035年的时候如果你睡醒世界只剩一个b你会选哪一个 很多人都选ada我没有想到很多 ada的社区那么强 你看ada好像没有搞什么东西 然后又好像没有看到团队 来来去去就那老板一个哈 所以我是觉得 他可以站到这里证明他的社区爱的很强大爱的什么我不懂 所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出来了 好卡卡 卡达诺创办人域 啊然后拉新爆料学历造假 ada社区立体不影响他的贡献 OK讲造假 OK讲他造假 OK所以 所以大家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影响啊社区是 麻木的我只能这样子讲 社区是麻木了 但是理性的人会看 看 全部整件事如果这件事情呢ada又在跌去70 60 这样子你敢不敢埋进 或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如果你现在是ada的支持者你要不要放掉 这个新闻大家 我个人觉得很严重啊 这对我来说这个新闻是很严重的因为他 涉及到 骗了 因为他学历造假就是骗了 如果他有这个骗的前科 而且是骗学历的话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学历是给大家看的 我觉得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是很严重的 如果是善意的谎言还好 但是这个我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善意的谎言 我觉得 当然不能 就像ada社区讲的不能 抹杀他 啊 为这个交易货币市场的贡献 对是不能抹杀 但是 但是 他造假就是造假 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完整件事 OK 我个人觉得 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ada在这里买的话 值不值损看你们啊 我是因为我没有持有ada 所以我之前没有吃到这玻璃润 如果你有吃到这玻璃润的话 恭喜你啊 现在他是从 去年的8月跌到现在了 你看啊 跌到现在了已经是 6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他是斜着跌他不是很 打 如果他是很的话还好他不是很他 斜波这样子下来所以 很大可能会盘好一阵子 如果你手如果你是在高点的 要不要出就看你自己 啊我是狗狗币我讲不要出就不要出啊 但是我有点 动摇了因为我很怕狗狗币去到一山 因为狗狗币最近啊社区很 低很差 很差然后狗狗币也没有 想要做什么东西这样感觉 所以 我我有在考虑着要不要放掉 因为狗狗币我毕竟已经 算到来后一年了 差不多亏损应该有 80%吗 哎 所以咯 但是也好啊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教训来 所以 有了狗狗币的教训 所以你看我11月12月的时候我没有中 很多人中吗11月跟12月的大跌很多人中吗 我没有中啊 还有 2月 2月头的大跌 很多人中啊 我也是没有中啊 所以我是很幸运的那一位了 就这样子 OK 哎呀 讲到那么多 所以 最后 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对ada 创办人的看 这件事情的看法也顺便分享给我你知道你的 ada的 价格 OK好啊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